前世今生 这是由木叶片仙分享的第201个因果故事 这个故事由知音实果的一位粉丝分享 下文中的我指的是分享者本人 木叶,我给您讲两个小故事 都是我身边朋友的事情 我一个朋友是2008年结婚的 但婚后一直没有怀孕 婆家很是着急 后来上医院检查 是暖巢狼肿 子宫异胃 不宜怀孕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她只好去医院人工受孕 前后一共做人工受孕两次 受得罪可想而知 第二次才培植成功 就在医院里放着 2016年 朋友自然怀孕了 这样大家喜出望外 只是很快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一直渐红流血 而且特别多 朋友当时就觉得 这个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但又心有不甘 她有一位朋友会看事 实在无赖 她就想知道 她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 看事的那位朋友告诉她 是冤亲债主讨债 才会流血不止 那位朋友还告诉她 有一事 她是寄院里的妈妈 手里有很多年轻貌美的姑娘 这些姑娘接科久了 难免会有怀孕的情况发生 妈妈为了不影响生意 不耽误赚钱 就给她们做掉 她前世做掉了不少孩子 种下了她今生怀孕困难的因 看事的告诉她 要她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回向功德给那些冤亲债主 得到他们的谅解 这孩子才能保住 为了能保住孩子 朋友就开始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后来流血果然止住了 在怀孕期间 她每天都念地藏经 顺利生下了宝宝 如今 宝宝已经有六个多月了 再讲一个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找那个会看事的人看事 他是什么情况呢 肚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痛 去了好几个医院做了检查 但医院都查不出问题 然而 男子的痛是实实在在的 医生只能建议 开点止痛药 看会不会减轻疼痛 吃止痛药只是暂时的 病还是无法治好 痛得时间久了 他就熬不住了 找到了这位会看事的朋友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事的告诉他 原来 他前世用匕首捅过别人的肚子 而且捅的时候手段很残忍 匕首插进去后 还不停地在对方肚子里凝动 这使得被捅的人痛不欲生 看事的给他形容过后 他忙说 肚子的痛法就是那种凝着的痛 看事的告诉他 如今是冤亲载主讨载来了 叫他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回向功德给前世那个被他伤害的载主 后来他照做了 就再也没有痛过了 木叶偏先敢言 有果必有因 有些因是今生种下 有些因是前世种下 一个人此生的大运是前世因所定 比如贫富贵贱 聪明愚蠢等 一生的所作所为 则是外源 处食以前的因的种子成熟而已 如果前世种恶因 则今生得恶果 当然 一种情况例外 那就是痛改前非 极地行善 恶的种子没有了恶行的养分 就像不给种子浇水施肥一样 无法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我们的现状 能否改变 取决于您的愿力有多大 行动力有多强 忏悔心有多成 想要好的未来 多种善因 杜绝恶因 反之随意